何泽的刘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挺郁闷的事 前几天他在何泽长途汽车站等车 闲着没事就进车站附近的小超市里逛 买了几样东西 刘先生准备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身后 哐当一声响 好像有物品被打碎了 我一扭脸 啪啪一下子 他塔的东西掉下来了 你说他们又没看 两个人都没看 他都知道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烂了 当时你感觉到碰到这个东西 我没有感觉到 刘先生坚持说 自己并没有碰到这个礼盒 可当时就只有他从旁边走过去 如果不是他碰的 这礼盒怎么会掉下来呢 交换前后 刘先生越想越不对劲 难不成遇到碰瓷了呢 记者第二天来到了这家小超市一探究竟 临近中午时分 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 在反复观看了录像后 记者确定 这个小伙子的身体和背包跟货架上的礼盒没有任何接触 可是礼盒却像长了翅膀似的自己飞了下来 后来小伙子与店主争论了一番之后 无奈只得赔钱了事 这礼盒到底为什么会自己掉到地上呢 我们的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番 看看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记者走进这家超市在里面小心转了一圈 买了一瓶水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听到背后哐当一声 记者确定没有碰到这个礼盒 可是店主却一口咬定 就是记者碰掉的 就在这时 记者突然发现摆放礼盒的货架上居然暗藏机关 原来每当旅客经过礼品货架时 店主便会按下遥控器 摆在后面的礼盒就会弹出一根铁棍 把前面的礼盒顶翻在地 之后店主就向旅客强行索要损失费 走出超市 记者立即报了警 民警赶来查获了店主的作案工具 民警没收了这家店主的作案工具 并将它带回了派出所 可是记者调查发现 合则是长途骑车站附近的多家超市 都存在碰瓷欺诈顾客的现象 而那些背着行李的外地旅客 是被讹诈的主要对象 记者又向派出所举报了另外三家超市 民警却没有过去检查 第二天记者再次观察这几家小超市 看到碰瓷的把戏 依旧在毫无顾忌的上演 记者又拨打了110几分钟后 两名民警来到了这家超市 转了一圈后便离开了 并没有检查记者在电话中 提到的摆在门口的这个礼盒 当事人走了 但是他那个工具还在哪 你把工具给丢出来不就行了吗 你现在抓紧回来 你要再不回来 他换掉了 你以后查不着了 希望看到这视频的网友 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多人看到就能多一份警惕 找答提醒